10分访谈 今天我们来聚焦亚洲运动会 因为疫情的关系延期了一年 第19届亚运会明天将在中国杭州正式的开幕 是的 那我国这次就派出了431名选手 参加32项体育赛事 阵容可说是历来最大 那么哪些选手有望在亚洲体育强国中展露头角呢 亚运会的规模虽然他不像奥运会这样 不过他却有一些比较有趣的非奥运项目 比如说其中的电竞 地球 武术等 我国也有派代表参与 那么他们又会交出什么样的成绩单呢 那我们马上来欢迎的是今天的两位嘉宾 他们分别是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 体育与运动科学部副主任兼高级讲师张力军 以及新传媒特派杭州记者陈思玄来跟我们分享 欢迎两位 你们好 你们好 好 首先要问问张主任 张主任我们知道亚洲其实它有不少体育的强国 那么你认为我国这次在哪些项目的胜算是最大的 因为亚运在我们这个区域中算是最高最激烈的一个运动项目 在我们的这个国家的体育的那个竞赛中 所以我的个人看法就是我就这边就觉得 我们就有点大胆的做一点推测 根据最近一些运动 我们新加坡运动的一些成绩来做一个推测 就是有大概四项吧 四项有这个夺标的机会 比如第一项是帆船 帆船我们有一个非常年轻的这个选手 就是这个Maximilian 他在这个风筝板 风筝板这边 现在目前已经进行了大概两天吧 他已经有八轮的比赛 他正在排行在第一位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蛮有蛮有机会 就是夺标的一个项目 然后第二就是游泳 游泳最近在这个媒体上也自己公布了 他们会争取两面 两面金牌的一个成绩 然后我觉得这个前进 前进短跑肩将就是山底 那最近的那个表现也非常好 在各国际赛中也有很出色的这个表现 甚至自己个人的那个突破 所以我也希望他能在我们的押韵中夺标 第四项呢就是机舰 机舰也最近在媒体上公布 他们会争取两面 排的这个押韵的一个目标 所以这是我个人的一个胜算 这就是张主任给我们做的一个预判 那么张主任你有没有发现哪一些新人选手 他们可能会成为这次赛会的黑马呢 算黑马的话我就有比较多的一些这个想法 就是有一些像我们的羽毛球 我们羽毛球其实都有这个国际的排行 所以我也觉得他们譬如是我们的男将 这个洛建勇还有我们的这个混合双打 都是非常有实力的选手 我也希望他们这次在这个押韵能夺标 还有啊也是我们的这个乒乓队 乒乓队就是也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一个这个团队 然后他们在最近的这个5月的东运会也有非常突色的表现 希望他们也能在这次的押韵中突破 被国争光 然后我也发现这次的这个押韵也有这个 就是国际象棋也有派了一个代表 这个代表虽然是只有一位 可是是一个特级大师 也就是一个Grandmaster 所以我也非常看好这次的这个国际象棋的一个代表 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看以往的这些押韵的这些成绩 我们都在藤球 这个剑牌 皮刮艇 还有甚至在武术 还有设计都有拿过奖牌 所以我觉得他们都有这个潜能 为国争光 相信我国的剑儿已经蓄势待发了 希望在自己的表现当中可以发挥的最好 当然我们也来来问思璇 思璇你星期三就已经到了杭州 那么刚才我们在新闻也看到 你跟一些选手做了访问 请问他们在选手村适应的怎么样 可不可以跟我们进一步分享 他们目前的备战情况是怎么样的 是的 那可能我在说这个选手村之前 我先说说在这里的情况 目前所在的这个位置 其实从镜头上可以看到 这就是这一次的杭州亚运会的主媒体中心 这里也就是所有来自全球各地的这些体育记者 不管是记者文字记者 电视台的媒体或是摄影师 聚集的这个地方 在亚运期间会24小时的营运 在后方其实可以看到大屏幕 会不时的播放不同的赛事 方便记者可以跟进 那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地点呢 距离明晚即将开幕的这个场馆 也就是杭州奥体中心体育场 大约只有2.8公里 所以非常方便媒体记者到现场去采访的 那刚才说到选手的这个备战的情况 那其实呢 我昨天也有机会到选手村去走一走啊 走一趟啊 那其实现场呢保安是非常非常的森严的 那即使我们媒体记者是有这个准证 可以到亚运村 不过要进入选手村呢 还必须提前一晚到现场去申请这个准证 那去到现场呢 我们也有机会采访了一些 已经抵达这个杭州的一些新加坡的选手 按照我的了解 目前过半的新加坡选手已经抵达了 一些呢会分批陆续抵达 因为一些赛事会较迟时候才开始 那我向他们了解大家都对这个住宿啊 膳食方面都感觉非常的满意 目前整个失应都非常的良好 大家也已经展开最后的冲刺在现场训练了 我们通过思玄的介绍 也从侧面感受到了 亚运会这种令人期待的氛围 已经出现了 那么再请教张主任 这次亚运会呢 是有40个体育项目的 其中31个是奥运项目 那另外的9个呢其实是非奥运项目 当中呢就包括了 武道啊 藤球啊 龙州 听起来这些名字 大家就感受到了 是很有亚洲特色的一些比赛了 那么刚才提到的这些项目呢 我国都是有参加的 那您觉得 我国选手在这些项目当中 夺标的胜算有多大呢 刚才我就是提到了一些 我们有谈到的这个黑马的那些项目 就是包括了藤球 藤球在去年上一届的这个 印尼的这个亚运 就夺了两面铜牌 所以他们的那个 就是夺标的机会是在在的 是有这个机会的 然后下一个应该就是 你让我看一下 就是 你觉得那个 龙州有机会吗 龙州啊 龙州的话 你们就以这个 最近他们去了这个东南亚吧 都亚运 亚运的这个成绩来看吧 所以如果亚运的成绩 如果能有表现的话 这个亚运的话 就有这个机会 就是我们一般的推动的方式 来推算的方式 这样的一个情况 刚才我要讲的就是 键牌吧 键牌 键牌在上一回的 那个也夺了个 这个奖牌嘛 所以他们都是算是 这次的 就是非奥运项目 然后可能有机会 多奖的一个项目 所以如果对体育赛事 比较关注的这些观众朋友 大家可以现在拿出笔记本 赶紧记录下来了 专主任的这些预测 那么现在我们再问问思悬 杭州现在已经进入了九月尾了 应该是到秋天了 不知道那边天气怎么样 那运动员适应这样的天气吗 我们先请问一下 身在杭州的思悬吧 对 其实我到这里 今天已经算是第三天了 过去两天 其实我本来以为 天气跟新加坡 不会差太远 不过呢 这两天都是多雨的天气 那刚才我也有机会 到这个主场馆 也就是明天开幕仪式的 这个大莲花的这个体育场 去看一看 现场保安非常森林 然后有大批的媒体 在外做采访 大家都是在雨中进行采访的 那根据这个天气预报 接下来两天 还是多雨的天气 那看来呢 明晚的这个开幕仪式 看起来会在这个 下雨天中进行了 当然思悬 我们知道这场运动赛事 它不仅规模 是历来最大的 而且它还融入了智能科技 还有环保的元素 这几天你在杭州 有没有让你印象 非常深刻的体验 跟感受 可以跟我们分享的呢 思悬 是的 刚才有提到 我在这里已经第三天了 那换句话说 我入住这个媒体村 也已经有两晚了 在媒体村呢 其实整体的体验呢 都你可以感受到 他们融入了 他们整个办赛的理念 也就是要绿化 以及智能 所谓的绿化亚运 以及智能方面的这个元素 都是可以在里面感受到的 比如我们进入 这个媒体村的时候呢 其实沿路都可以看到 有银行啊 办电话卡的地方啊 餐厅啊 咖啡座等等的 应有尽有 那其实为了达到 这个绿化的这一块呢 其实在整个媒体村 其实范围蛮大的 他们都会有安排 这个接驳车 密度也非常的高 五到十分钟 就会有一趟接驳车 让接送媒体到 组媒体中心啊 或是到不同的区域去 进行采访 或是吃饭啊 等等的 那现场呢 为了要提上这个绿化啊 还提供了免费的 脚踏车服务 所以大家呢 在这个媒体村里面 媒体可以通过 骑脚车的方式 到不同的地点 去参观等等的 那其实 他们也推出了一个 所谓的低碳的活动啊 就是让媒体 可以通过这个低碳 手机登录低碳的活动 去参与一些 不同一系列的活动 比如 无塑料购物啊 或是步行等等的 然后可以累积分数 用分数去兑换一些礼物 比如吉祥物等等 那我看到蛮多媒体 蛮踊跃的去参与 那从中呢 也可以了解 很多这些不同的 这些 他们所提倡的 低碳的这个活动啊 那其实来到这个 主媒体中心 我目前所在的 这个地方是 主新闻中心 也就是主要让 文字记者在这里写稿啊 或是采访的地点 不过其实在我左右两旁 还有这个 国际广播中心 以及主转播商 营运中心 所以 所以在这整个餐厅呢 我们在这个 整个中心呢 底下的一个餐厅 我们可以发现到 用的所有餐具 都是可降解材料的 所以说提倡 整个环保的这个元素 都是可以从这个 吃饭那一块 就可以感受到了 那很多外国媒体 来到现场呢 可能 还不是很习惯 这个无现金交易 到处都可以看到柜台 可以协助这些外国媒体啊 去采纳这个 无现金交易 所以我来到现场 目前已经第三天了 完全都还没用到现金 完全是无障碍的 除了看赛 还可以感受到这么多 我们以前没有感受到的一些新的小知识 非常有意思的 是的 相信思贤是收获满满 也谢谢他从行中发回来的报道 在这里也谢谢张主任的分析 谢谢您 非常感谢二位 好 那我们就先进一段广告吧 稍后我们一起来看 位于约旦河西岸的捷里科古镇 在中东的古地图当中 有一个关键的地点 甚至被视为是文明的摇篮 这个地方蕴含着什么样的 历史文化价值呢 稍后带你去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